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939年12月24日晚上 正是平安夜 王天木和76号的两名高官和天风陈明处一起 带着一帮手下分成好几部汽车 浩浩荡荡开到顾锡一带的舞厅 赌场寻欢果了 顾锡是汪伟的势力范围 同时还有日本宪兵助手 在他们看来十分安全 一行人进入赵峰夜总会 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尽兴而返 可是 还没走出舞厅 就响起了枪声 和天风与陈明处重枪倒地 弃绝身亡 赵峰夜总会的枪声 让李士群和丁诺尊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立刻派人火速查版 很快调查就有了结果 开枪的杀手不止别人 竟然是王天睦的副官 马赫图 丁李士群下令 全程搜查马赫图 同时 76号那一场披露大会 也就此展开 持枪行凶的副官马赫图 跟随王天睦多年 和他有着出生入死兄弟般的情谊 作为马赫图的上司 王天睦也成了众人怀疑的对象 王天睦一再解释 马赫图开枪 绝对和自己没有关系 但李士群却咄咄逼人 你的副官是刺客 你会不知道 你如果不是军统的人 为什么没杀你 为什么就你一个人躲开了 丁末尊明白 李士群打击王天睦的真正用意 根本就是要打压自己 丁末尊不得不站出来不是李士群 你不要误导众人 这样只会中了军统的反剑计 错杀自己人 然而 李士群却毫不理会 坚持声称王天睦一定有问题 这边 李士群和丁末村吵得不可开交 另一边 戴笠就收到了一份秘点 秘点中记录了李士群和丁末村吵架的全部内容 甚至还包括两人对骂的每一句话 戴笠看着这份电报 就像看小说一样过瘾 原来 马克图这次行动是戴笠安排的 也就是说 七十六号这场内部大战的幕后主谋 正是戴笠 戴笠的这一记果然奏效 昔日两个搭档 如今破口大骂 不共在天 李士群坚持 必须处决王天睦 但是 丁末村毕竟还是七十六号的前台经理 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不同意处置王天睦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李士群忽然收到了一份下属地上来的小纸条 得到消息 警政部长已经内定为丁末村 李士群心中的怒火 疼得就燃了起来 他气得当场就撕掉纸条 把火气全发了出来 他妈的 王天睦不能放 给我抓起来 这件事 我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气急败坏的李士群立刻下令 搜查王天睦的家 李士群派出的大手们 翻箱倒柜地寻找一切线索 却依旧一无所获 就在他们准备乌公而返时 突然有人发现王天睦的小老婆 一直下意识地握着一个怀表 他们夺过怀表 打开一看 里面是王天睦和他小老婆的照片 并无异量 打说你们还不死心 他们左翻翻 右看看 最终惊奇地发现 里面居然还有一张照片 仔细一看却发现 这张照片竟然是王天睦的小老婆和马和图的合照 原来 王天睦的小老婆早就和马和图有了私情 李士群一番折腾 就以这样的闹剧收场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李士群还是不甘心 他依旧把赵丰叶总会的事情 向汪精伟做了报告 很快 千连弹案的王天睦被正式拘捕 而丁墨村也遭遇了人生的滑铁炉 丁墨村败下阵来 七十六号成为李士群一统天下 他变得更加嚣张跋扈 野蛮横行 七十六号走向了黑暗的巅峰 但是 巅峰之下必有悬崖 1943年9月6日 李士群忽然暴毙家中 究竟是谁送他进了阴曹地府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